Hello 我是沈世軒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玩具TV第27集 第十三集 大劍谷 大劍谷是否大劍谷 不知道 現在要介紹的是 基本上我們經常會玩的一個 中樓底柱系列 Exit Ring 今次是一個非常巨型的載具 似乎是否有 Exit Ring 以來最大堆頭 最大製作的一次 其實運兵車應該大件一點 但這一件絕對 都真的數一數二 講個尺寸 看回本來今次 傑老師的精彩 合繪 OK 不需要多介紹 今次只講件事 真的可以把盒子放在地下 因為真的 尺寸來說是非常之大 猜不到 這個系列是愈出愈有的 愈出愈有都不止 非常之精彩 一點都沒有這個 這個 現場出現 今次我先講了這一件 我轉一個圈 不是所有工具都上了 有些可惜就是 我們今天沒有帶駕駛 原來 這個真的 應該要 這個監製 這是有些可惜 現在正在看的 就是這個矮人 Draft D2 你會見到其實 就著機體來說 奧力山大三世 本身就著他 旗下的一些機格部隊 其實就是一個要求 就是要可以在戰場上面 雖然這個部署是比較慢 但是要有一些比較突擊性的裝甲服 以前的三頭犬系列 雖然強 但是他就未必可以符合到奧力山大三世的要求 所以今次就會將這一部新的矮人 推出成為主力的機體 變成其實就著一些閃電戰等等等等 都可以兼顧到的 好了 你可以看看本身 今次這個矮人有什麼特別 看看外觀先 顏色是穩陣的 這個系列深層穩重的軍事科幻顏色 我自己就覺得 可以多一點 這堆顏色 是 這個個人喜好 我想德哥就喜歡這種顏色 事實的 因為無毒有偶 今次除了出這個矮人之外 另外也會有 紅矮星 你問我根本就是紅水星和渣顧 所以在配色方面 矮人的效果是幾重臨下的 而且真的打仗實戰應該是這些顏色的 其實兩隻顏色 現在真的不差在一起 兩隻顏色站在一起的感覺 真的有很大分別 對 專用機 但是這個 這個紅色令到你整體上 觀感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頭突顯了 那個構造突顯了 這個令到整個 胸口連頭的觀感 更大 是 雖然只是轉色 但是整體的感覺是很大分別的 是 是 你看到 既然都在一起 可以拍攝遠一點 看看近距離的對比 當然 就著這個紅矮星 它不會像矮人那麼多工具 不是說它會節省 是你這個東西已經玩完了 兩取星 你再加上這些 你又再加一塊水 玩一手 它這個應該有一個刀 可能剛才Brian留下的盒子 有 好 紅色這個又有小刀 在盒子裡面 在盒子裡面 一模一樣 好 那 那個 我們沒有帶駕駛員 但是駕駛的座 我們這個真的要拍攝 先閉上一點 你們是否可以揭起 整個可以揭起 行強 對 這樣 為什麼這麼緊 你們這個未開過 是 第一次要小心一點 外人比較溫柔 所以就變了 有少少窄洗 看來駕駛 看來駕駛開 你看看 會不會容易開 看來駕駛開 因為它使用舊化油 很多時候會 先看一下 什麼都是假的 真的行強 對 按照是沒有東西鎖住的 木叉 要放手 對 我們大隻佬在這裡 好 你先說大隻佬 我不知道網上那張 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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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張宣傳是假的 應該是假的 我猜是假的 會不會爛的 我害怕的 真的實在這麼緊 那些油絕 需要力 割了一把槍 設計 都可以看回兩部機 你看到開了頭蓋之後 很有電單車的感覺 咦 這個就有頭 這個沒有嗎 是呀 轉容機 但沒有樣有沒有的 因為 我自己 是男人開駕駛 因為我的私心 就是我會放些美女進去 即是恆星綠谷 我根本就是想著 對 如果沒有頭蓋著 就可以看到美女的表現 看看你喜歡怎樣玩 對 對 其實它的玻璃也是電單車的 所以它跟平時的載具電單車 都是一樣 它本身的把手都是軟膠製的 其實它整個駕駛座 都是好像一架電單車 對 根本就是電單車 對 那張椅子的設計 都是電單車的玩法 對 這個非常之 實正的蓋子 剛才也 麻煩阿嘉幫忙 這個狠狠地 拔起了 當然 就著武裝方面 其實它真的比這個 紅藝星多 其實都大家一樣 看到其實有不同的 孔 給你去做一些摺口位 這一把東西都給你看看 它本身的工具 其實都真的不少 綠色這個工具又多些 對 包兩把SA衝鋒槍 一支大的SA衝鋒槍 還有格鬥手印等等 當然 亦都可以 就著 本身這條比較多 這是可以後加的配件 來的 插在這裡 就可以了 對 即是 兵器上來說 就是 各有各辣 對 可以玩雙槍 對 還有肩炮 對 這樣就看到 手指 全可動 不過只有三隻 對 就做不到 平時我最喜歡做的姿勢 不過不要緊 我也是這樣愛它的 你會看到 本身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柱口位 手掌 這裡也有一個洞 大家知道 弓刀的 玩法是怎樣 記住 另外本身窗 這裡也有一個 刀的洞 就是給你剛才看到 這些慢用的插口 插進去 就可以掛在不同的位置 有些師兄幫我們補完 是 原來這個可以 拆了它的駕駛倉 和之前的電單車換駕駛 嘩 這招絕 很大工程 工程未必大 但這個玩法我真欣賞 這個 因為之前都買了 大家相信 家裡也有不少的 電單車載具 那整件事又不同了 對 關節的實性度 是 紙槍 都 沒有什麼懸念 站得挺穩 而且它拿著這麼大的槍 都沒有說 摔下來 都沒有筆據 如果在弄的時候 可以看看手臂的可動性 對 你看看 拿著這麼大的槍 都沒有筆據的 沒有啊 OK啊 挺好力水的 而且剛剛德哥提了 原來手掌心那裡 是有個筍位 所以 拿著槍 雖然這個手腕 始終是一個波載 就不至於說 100%很實 但又不至於說很尷尬 都玩得 擺譜線很好 那麼 這裡手掌有水平轉 你看到手肘 都可以對摺 OK 另外 那個 膊頭 其實是有少少拉出關節 以這個系列來說 應該算是一個大進步 是啊 而且那句 真的 就著造型 真的 不要介意跟以前 那一堆 叫做半可變再具 實在是進步得太多 當然上身就沒有什麼可動 有水平 有一個船鑽 但是呢 有一個少少的 可不可以說一個問題呢 就是 其實在這個機械人的設計上來講 盤骨位 大腿位 跟駕駛艙 的干涉度 就有少少的 頂住是嗎 那些尷尬 視乎你擺什麼關節 還有 其實我覺得這個機械人 這麼大型 如果腰部 多一點 多一點 如果這裡可以再墊多一點 然後 令駕駛艙可以 淺後吞 多一點可動性 就更加厲害了 現在 只是水平而已 嗯 但是可能也是關於 剛剛那個師兄所說 就是說 駕駛艙可以整個拔出來 我不知道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這個我就 暫時我就未玩足夠的經驗 去評論這件事情 嗯 但是我覺得 大腿那裡 某些位置是會撞到的 嗯 但是由於它用的物料 一樣東西 所以也不需要說鏡 嗯 對 就是這些位置 其實看到它現在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揹著 你會看到它的腳 外邊有很多洞 對 也是方便將來可能掛不同的工具 就是說其實應該會有其他版本 嘿 這件設計得這麼好 你覺得會沒有 對 出風蓋 我很肯定 所以我不想這樣說 但我又想先說配定一點 OMS-29這一支SA追擊步槍 就是整件東西的精髓 前面也會看到有一個 架 方便你做一個追擊的姿勢 正 但這隻很難拍地下 真的嗎 不試呢 試 都可以的 或是可以把腳掌摺 不要計算 我們玩這些玩得很粗 也不會你生死 以這個系列來說 我記得早期 那些關節真的玩下去 是不太好 因為那些舊化油 全部超載都是 其實現在雖然都是那個方法 但我覺得它們已經下了很多苦工 令到那些關節擺上 已經沒有以前那種 很黏黏的感覺 微珠好像很粗 好像有些東西會掉 好像會刮掉油 看到 因為它本身是準備定一個 托著追擊槍 所以在肩關節向前咬的幅度 都很大 這隻是 說真的 其實如果有玩可以 一比十八這個系列 那些兵仔 人仔的師兄 我看不到 交給你 這樣吧 差不多 之前有電單車 運兵車 但終於來到幾個人 漂亮得爆 大家早前都有買到 這個拉特科將軍 即是蒼狼 可以塞進去一起玩 更加過癮 當然 就著機體來說 雖然靈活性高 但就著蒼狼的要求 它都喜歡揹長炮 但複雜的操作 對它來說 都不是特別難題 所以 你當它是紅水星這樣可以 我唯一覺得 有一點可惜 就是它沒有一個 配件可以令到那支炮 可以安在背部 是否有 看上去好像沒有 剛才看到盒子 就 吻出來 它又會覺得有 既然是這樣 如果它可以 某些情況之下揹著 它又好像 有型仔一點 不過我看到 如果用回 官圖 它都不會特別掛上 它是托拋的 它是托 正確實 托 托 就是昨天 又有型 好玩 不用鏡 很粗魯 給了少少時間 我撿回帥仔少少 因為它沒有理由 剛剛都沒有展示到 膝頭哥 腳跟貼地 我們擺姿勢的時候 大家應該可以猜到一些 都沒有什麼 膝頭哥好像應該有油壓 但我看不到是真還是假的 有些觀眾說 是否叫做統夢 統夢後期的兵仔 是否這樣讀 還是叫做聰夢 正讀是聰夢 反而你突然說聰夢 我又不是很特別 覺得有哪些機體 跟它相近 可惜不聰夢 有星玩 是跟過的 我都沒有 混亂了1比18系列來玩 我都沒有跟 跟故事的 是 就是這樣 搞定 遲了 最少沒有帶人仔 最少都是監製 好 稍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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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Toys TV 我都沒有帶人 我都沒有帶人 去過 我都沒有帶人 去過 我都沒有帶人 去過